哈啰 大家好 我是老师 哈啰 我们终于可以进竹线啊 这次竹线是要等级56才可以进入了 这里 小师哥 自从你回谷就闷闷不乐的 不开心的事能跟我说说 说出来会好说点 哎 没关系他 我这样一点黄手的意气都没有 我这少年英雄会冠军的称号 真是受之有愧啊 拜托 那可是东方教主耶 十多年以前都是江湖功能的天下低 少年古弹都拿他没办法 小师哥 你能全身而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可是我要是再努力点练功 说不定 好啦好啦 此次告一段落 你在乎我也是多余 所以如果美食大事就要开始啦 飞过去吧 我不懂做饭 去做这个热闹干嘛 不去不去 即使出神奖励是你寻找的圣堂钥匙也不去吗 真的吗 诶 等等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圣堂钥匙 秘秘 诶 成都 新城市 农偉 你不是不喝酒 来这个地方干嘛 你有罐裤子来成都玩吗 诶 那不是吗 讨厌 人家来成都是有死命的好吗 诶 这招看见没 床中中的出局有领导 我就假装信你好了 帮我 帮我玩的 拜访我的玩 您师傅就 哦 那张力也太高了吧 这就是大侠的决斗 又不是老子没吃吧 咳咳咳咳 你不是女仙来着吗 不参加也好 本居每次大厦可是相当邪门啊 最近要常在各位大厨都遭遇不幸 我这还算好的 只是断手 有些名厨甚至丢了命啊 就有人死了 莫非是有人在搞什么鬼吗 竟然卸途神圣美式大赛 谁要哪里聋人 我决定了 我得年次我参赛 赢得二比赛 成为厨成 触败这些人的阴谋 你只想找家美式大赛吧 官府实相都很惨 都没人敢替他们下账 你先让你有遇到 我喜欢 行镇调子 Has querised 臭野論 参数 参数 汇渐 在做� threw sont 鼻毫 免 准赛 在算 這裏 三小姐 注意朝廷 死狀七場 我就特地過來瞧瞧 果然不出塑料 恩 則是挺喜歡讀管協士的 會使用讀書 無名小廚罷了 你叫我怪異好了 這堂門的暗器造成了 傷口整齊沒有毒物痕跡 應該中毒物前造成 門呢 算了 反正跟我沒關係 他也太急了吧 主角 我又不做虧心事 有何不敢 何況這成多成又不是他們開的 休息地標 刷死你啊 這啥子 我不懂 哇 這做得也心虛啊 他會先打我 嘿 好 這邊快轉吧 很疼 那就被你殺死大廚臨時之前更加痛苦 我殺大廚幹嘛 只是為了幫我妹子參加老神子美食大廈 不自於殺廚子 五猴四的玉琴黑衣了 哦 這在 online game 呃 線上的那個 常光男對妹妹還蠻好的 可是單機把他對妹妹也是蠻狠的 唐姑娘 不要說 唐姑娘 不要說 誰 給老阿福出來 都說叫你安靜啊 哇 哇 這個有點難打哦 好 我們快轉吧 好 差點打不贏 還好打贏了 這個本宮有配你一頓 人家小師妹是幫我做 做所有的飯耶 這是三餐啦 講錯了 電鍵絕 我最想要言 有一個雞 那些雞 給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吧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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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我最後不交給你 有什麼? 資金太多了 我先把資金做一做吧 還好還好他不強 這就是大俠的絕招 這就是大俠的絕招 已經傳起劫富濟貧的刺激 這就是大俠的絕招 這就是大俠的絕招 繼續做主線 這邊還有喔 又是支線 電箱的喔 還有喔 水井房 這酒嗎 酒中香匣 水井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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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电箱楼 乖乖坐好,等我回来 废话 现在跑来得及吗 伏羲废片 马后炮 为何不成功出成大赛 爱意 爱意 只要是人 好 好,进行进组线啊 打算就这样去见你师妹吧 当然要带一个珍贵的十台做礼物才行啊 这会不会太客气了吧 又不是送你的,你这么不好意思做什么 啊,我送不过你,我们就买十台吧 这是卖完的,一定被电箱楼买走的,电箱楼买走的 但是电箱楼要有食材啊 哇,这么硬啊 天箱楼 小二,把你们管事叫来 哎哟客官啊,你要闯我吩咐 要是小事,不要让他们管事 小人跟你办法脱妥当当 听说我们电人在高架收购食材 我最有一大笔货要出 赶快把你们管事叫来吧 客官,消息灵通 好,你等着 小的这叫主厨来 什么人叫我 主厨你来得巧 这位客官说我一大笔食材乱给咱们了 是你 没想到 满城都收购食材竟然是你 今天能不能叫我有什么见不得人计划吗 老子要干什么 凭什么告诉你 不便告诉就不告诉吧 只要干掉你 你们计划自然没用 嗯,臭小子 也不怕风大散的舌头 中文要打架了吗? 看招 这里不是打架吧 这里是我能不能打赢吧 好,我们这边快走吧 杜小子 竟敢换我天天弄叫大事 我记住你了 还有我呢 唐门唐中会 就会不会放过任何波 美赛大赛的 哼 何须从头肉尾的 悟性加一 银师傅 我回来了 五猴是有妖怪出没 四中堂门唐中会 唐姑娘 也要参加本届的美食大赛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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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做人了吧 這麼剛好 好了好了我們這邊快轉 這個打超久才打贏的 沒想到小哥哥你也會偷襲人啊 這有邪魔歪道還講什麼光明正大 小哥哥說的霸氣勢弱那奴家真心碎不贏咱們下次再見 龍哥沒受傷吧 那就好 這姑娘是 看看誰能做除神 肯定是我 好 生日後的美食大賽 唐宗惠王龍唐宗惠 不是吃吧 又是你 前輩王輩屬然從命 呵呵 什麼啦 王七公你不要鬧啊 我靠 我被暈了 有機會哦我只要再主一次左右開攻就贏了 竟然沒有 被瞄死 再一次 不信這次打不贏 這就是大俠的絕招 哎有機會 他回血了 這第一次那個是最好的時機 沒打 第二次沒有 第一次發 不要發動 然後第二次發動 左右 左右開攻 就可以打贏了 要不然他回血才太太賤了 哇要輸了 好啦快找 好終於打贏 那個 紅七公了 打很久 剛才老奇怪 和這兩道 天下牌是無緣啦 真是遺憾 前輩如果最想吃這道菜 不妨去美食大廈當裁判如何 這個 可以嗎 你前輩老人家你的慰望 肯定沒問題的 主要觀眾 我們有限請到蓋幫 太上長老 當 決賽 平穩 此次美食大賽 比會說美食界的一次勝決 接下來請前輩品嘗 決賽兩道菜品 好好好 這道松鼠鮭魚 是誰做的 這晚輩做的 你是四川人吧 前輩 前輩會員如聚 難怪呢 這是紅鼠鮭魚 就有川菜 行辣 有江浙菜的酥甜 好吃好吃 多謝前輩稱讚 別謝我 你是做的好吃 當然還是不如這一碗田雞 這道花鄉里 說風年 好名字 快來告訴我 你是怎麼樣 這田雞這番美味的 不知道前輩從這道菜裡 品嘗出了什麼呢 酒 田雞 山雞 羊 還有牛 我做頭對 這樣前輩都藏出來了 又怎麼想不到 我是如何做的呢 我知道 田雞喝醉之後 上到山雞的 肚子裡 再放到羊肚子裡 最後再放到牛肚子裡 牛肚子裡燒烤 這道菜不僅美味鮮美的 我只是稀嫩 更難得 適合奴隸和心思 如此心思 我服了 這位 新一界的初晨誕生了 他就是 王龍姑娘 王龍王姑娘 這張結束了 13張結束了 成都美食大賽 成都美食大賽 黑莫重重 仗在大廚紛紛暴斃身亡 師兄妹挺身而住 徹查其中鬼秘 揪諸幕後黑手 鐵義城 恢復美食大賽秩序 善友善報 師妹超常發揮 銀頭冠軍 成為一代 復仇 要 唐忠惠能攻略 終於攻略 新角色 咦?那... 主線要地址嗎? 要幾等才能過 哇 六四等啊 好久啊 好啦 這集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頻道主題方圖片 按一下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 跟鈴鐺就打開 這樣我更新影片 你就要送通知之後 做到通知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